确实的还有 网友也问到了 比如说奥巴马签署的 美国2017国防授权法 首度列入台美军事交流 这个问题也请杜文锋老师 来回答一下 的确这个所谓的法案 对于两岸关系 起到了加剧作用 而且对中美关系 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我记得王与外长讲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按照这个法案的 相关规定展开 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交流 很有可能 美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头 你看很多方面 它有了大的变化 刚才李教授讲的这种交流 从以前的退役 现在是现役 间接的这种关系 变成直接的关系 那么今后 它的联合演练行动 包括今后的这种 这个军事交流行动 会不会变得更大 而且这种所谓的交流 会给台湾内的 所谓台独势力 给一个危险的信号 你刚才那个问题 那就牛吹上天 而且在整个的 这些打击能力 把自己的能力 好像放大了一个 无穷的程度 这样对他的野心 是一种所谓的扩张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